修理 张老杜 好 同学们 上课 这一讲呢 是密度 从密度开始 这个计算就稍微要来了 稍微要来了 那就是可以出难题了 但是尤其现在是预期课 杜老师的题目还不怎么难 这密度应该是归到力学里面的 密度学好了 对咱们将来力学的计算有很大的帮助 咱们知道咱们可能不知道 咱们力学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那是压强和福利计算 那压强和福利计算的基础 就是密度 好 来 那什么叫密度呢 先看探测 探究一个事情 相同体积不同物质的质量 质量咱们刚学过 是不是 是上一讲学的 上一讲 上一讲 物体所含物质多少 是不是 是 你看这 木块是由木头组成 铁块是由铁头组成 不是 铁块是由铁组成 是吧 铁是由铁组成 你看现在这三块 一样大是不是 是 你觉得它们质量一样吗 应该不一样 你这稍微生活常识应该都不知道 不 都应该都知道是不是 是 肯定谁最重 铁最重 铁重 谁最轻 木头最轻 你用铁平测出来它确实也是这样 测出来肯定是木块最轻 铝块次质 铁块最重 是 是不是 那说明什么呢 体积相同的不同物质质量是不同的 研究这个秘义呢 没啥意义 主要是想乘坐下一个 质量相同的不同物质 体积也 那肯定了 你体积相同的不同物质质量是不同的 是不是 因为质量不同的 质量相同不同物质 体积肯定也不一样 是不是 比如刚才那铁块 刚才那木块 要像跟铁块一样重 那木块必须变得特别的什么 大 特别大才行 是不是 好 主要研究这个东西 刚才今天是不同物质的 是不是 我现在研究同种物质的 刚才那确实没啥意思 我现在研究同种物质的质量和体积的关系 看好了 你觉得都是木块 或者你认为都是铝块也行 是不是 这体积是不是不一样的 是啊 你说它质量呢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这还有研究 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等研究出来 你就发现它有意义了 你看啊 比如说木块的话 那质量大 体积也大 是不是 是啊 铝块的质量大 体积也大 这是跟没什么好疑问的 是不是 但你会发现 细心的东西会发现 质量 与体积的比值 是个什么值 都是一样的 你这是不是都是0.5 是啊 只要是同一种物质 它的质量和体积的比值是不便的 未来 未来排除是意外情况发生 我又做了一次实验 我选的都是铝块 同一种物质 是不是 你看它 体积不一样 质量不一样 但是发现质量与体积的比值 确实一样 这就是物质的一种特性 你有 我也有 但是我能把你区分开来 是不是 这是一种特性 质量与体积的比值 是一种特性 上一讲 多少讲的 特性跟属性的区别 是不是 属性跟特性 你有 我有 大家都有 但属性是你的 我的差不多 但特性是你的 我的不一样 是不是 质量与体积的比值 你有 我也有 大家都有 但是 你的是一个定质 我的也是另一个定质 是不是 不同物质有这种特性 好 那我就引出了什么呢 同种物质 质量和体积 这样的比值 是一个不变的 不同物质的质量和体积 比值是不同的 因为这反映了物质的这种特性 那我们就引出了 密度的这种概念 密度这种概念 物理学上把某种物质 单位体积的质量 单位体积的质量 实际上就是拿 总质量除以什么 总体积 总体积就是单位体积的质量 是不是 就是质量与体积的比值 叫做这种物质量 叫做这种物质的密度 叫做这种密度 密度是物质的这种特性 什么叫密度 密度就是质量与体积的比值 质量与体积的比值 不就是求单位体积的质量吗 是不是 是啊 就单位体积的质量 密度的计算公式 太简单了 是不是 刚才说密度用什么字 怎么表示 不知道吧 你知道 你都不知道谦虚 你都知道了 这叫肉 但它区别于 怎么这P P是这么写的 是不是 是啊 它不是这么写 它是一笔写出来的 从下往上写的 你别老土 反正杜老师学上 你都得好好学着 这是从下往上写的 你别写成这样 这叫P 是不是 人家这叫肉 肉 肉的一下写出来 肉 肉 肉就是单位体积的质量 那现在总质量除以什么 总体积是不是 是啊 所以密度计算公式出来了 质量除以体积 密度是用肉表示 质量用m表示 体积用v表示 这v除了表示体积 还表示什么呢 速度 还表示速度 咱们去电写的时候 v还表示伏特 多了去 好 各个样的含义 m表示质量 v表示体积 肉表示物质的密度 密度是一种特性 质量和体积的比值 是一种定着 同一种物质 好 密度单位 这密度单位 我得给你补充点 这地方留到这么大的地方 你自己得记下小笔记 比如质量的单位 你不用试了 质量的单位是什么 千克 千克是不是 是啊 质量的单位是 千克 还有呢 千克 克 常用的还有个克是不是 是啊 其他咱就不管了 常用的就这两个 体质单位呢 地方米 对 立方米 好 立方厘米 还有立方分米 立方分米在前面 立方分米 还有个什么 立方厘米 立方厘米 是不是 好 这三个常用的 有没有听说过 升和豪升 有 有听说过吧 因为我们是液体 和气体的体积的时候 我们都用升和豪升 是不是 是啊 那这一升是等于 一这个 一这个 一那个呢 一升应该等于 一立方分米 看来这个物理还不错 这是一升 升当然是用这个写 这样写 是不是 用英语写 就是EL 是不是 是 这是一升 一豪升呢 那就是EML 这知道吧 知道 一豪升 EML 一豪升是一立方厘米 一升是一立方分米 这都知道 是不是 是 我担心你这个不知道 一立方米 等于多少立方分米 一千 你这猜的还是 真的知道 知道 你真的知道是吗 你咋知道的呢 因为 你的三次方 一米是等于 十分米 然后十分米 十的三次方 哇 你比我还厉害啊 我不 因为你不知道的 本来杜老师 想在你面前 嘚瑟一下的 这家伙 你比我还能嘚瑟 那我能跟你说一下吧 这咱们来的那是这样 你这样记 一米 是等于 十分米 这谁都知道 是不是 是 你不现在不是想求立方吗 是不是 你把它一个三次方 这是不是就是 一立方米 得多少 等于一千立方分米 就十的三次方立方 分米 分米是不是 是 那十的三次方 比一千 是不是 一米得多少厘米 一百厘米 一米的一百厘米 这谁都知道 是不是 是 一百厘米 十的平方 是不是 是 对吧 那我现在想知道 一立方米 等于多少厘方 厘米 是不是 是 那它就是什么 一立方米 得多少 十的六次方 十的六次方 厘米 是不是 嗯 好 那咱们反过来啊 这是十的几次方 三次 三次方 是不是 得多少厘方 厘米 厘米 十的六次方 就十的六次方 是不是 嗯 这也会 咱们将来 学力学里面 压强的时候 固体压强的时候 一体压强也需要啊 经常会设计到一个 平方米和平方峰米 平方厘米的换算 现在咱们一块学了啊 一平方米 应该等于多少 平方峰米 等于多少平方厘米 多少这个 一百 一百 十的几次方 嗯 二次方 二次方 这个呢 十的四次方 十的四次方 方法是不是跟这边的一样啊 是啊 对吧 你就把它平方呗 是不是 嗯 平方就行了 好 哎 老师呢 你不是讲密度的单位吗 你怎么突然讲成质量跟体积了呢 英文 密度就等于谁啊 质量除以体积 质量除以体积 那密度的单位肯定是用质量和体积的单位合成来的 嗯 哦 如果m要是用质量的话 而不m要是用千克的话 体积用立方米的话 那这就是用千克除以谁 嗯 千克除以立方米啊 千克除以立方米叫千克每立方米 哦 你比如说那个我们的速度单位 速度是不是等于什么路程除以时间是不是 是啊 速度单位是不是拿米除以秒就叫米每秒啊 是啊 那不一样吗 这个 所以我要用千克除以立方米 就是千克每立方米是不是 嗯 我要用千克除以它 就是千克每立方分米是不是 是啊 如果用克除以它的 就克每立方厘米 一般情况下 最常用的是用他除以它和他除以它 个别情况下也会出现他除以它的 不会出现他除以它的 因为这个太不匹配了 所以 我密度单位啊 是用国际单位 就是用质量用国际单位 体积用国际单位 就是千克每立方米 千克每立方米 还有一个 这独自千克每立方米啊 常用单位是克每立方厘米啊 克每立方厘米这么写 是不是 是啊 那既然是 既然你是哥俩 都是同一个 物理量的单位是不是 那你们既然必然存在关系才行 对吧 是啊 那你说这一克每立方厘米 等于多少千克每立方米呢 找得出来 你猜一个 你猜一个 我这样我给你选吧 一或一千 你猜哪一个 再补充一个 0.001 你猜哪个 0.001 错了 错了 你猜0.001是吧 是这个是吗 这错了 你先别猜了吧 这样我可以教你方法吧 行吧 好 方法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先甭想问什么错了 这一克每立方厘米啊 要写成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 就是克除一个立方厘米 是不是形成这样 是啊 咱们现在画成的是什么 千克每立方米是不是 是啊 那看这样写啊 千克 每立方米 同样的方法你一定要会 好 那你现在不是去 峰子上面画峰子上面呢 峰母上面画峰母上面 对吧 一克等于多少千克呢 10到负3 这没问题是不是 10到负3 对吧 一立方厘米等于多少立方米 10到负6 10到负6是不是 是啊 那10到负3除以10到负6是多少 10到3怎么 这比的数学可以啊 就是峰子峰母同成10到6次方 是不是啊 是啊 那这就是1了 这就是10到3次方了是不是 嗯 所以答案是不是应该10到3次方多少 千克每立方米 你的答案跟人家差多少 差了10到6次方 呵呵 就是差得很离谱啊 是啊 那答案应该整体答案多少 10到3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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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必须要记住 这方法会了吗 如果要是倒过来啊 倒过来方法是一样的啊 就倒过来的话 你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水的密度 这是要记住的啊 水的密度我们以为揉水 水的密度是1.0乘以10的 3次方千克 每立方米啊 这水的密度 这是要记住的啊 老师那你这个数学上面 1.0乘以10的3次方 这1就不要了 算了是不是啊 嗯 哎不行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啊 这这是江湖规矩不能乱 咱们物理这块 密度这块 跟你数学不扯不上关系啊 其实前面是1.0的 我们都得写 都得写 那如果让你画成 它等于多少克每立方厘米 但你现在就会了 这是不是相当于一个 1.0乘以10的3次方 是啊 这就画它几乎几啊 乘以10 就是意义就行了是不是 是啊 就意义就行了啊 这太好弄了 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个铝啊 铝的密度是2.7 经常用的铝的密度是2.7乘以10的3次方 千克每立方米啊 啊 还有一个没有酒精液的纸 酒精是0.8乘以10的3次方 千克每立方米 这按照你们的数学上面 这是不是有毛病啊 嗯 这0.8乘以10的3次方 就画成8乘以10的2次方呀 不行 按照咱们物理的江湖规矩 咱们就得保留0.8乘以10的3次方 我们的目的是 为了后面出现10的3次方 而不是让你前面出现这个整数 啊 我们一定要保留10的3次方 画成克每立方厘米 这会吗 应该是0.8 应该是0.8 是不是 是 把10的3次方去掉就行 那如果我有时候记不住 鱼鱼鱼鱼掌握的方法 比如再给你来一次啊 0.8乘以10的3次方 千克 每立方米 是不是 是啊 就是这个写成这样 是不是 画成克 每立方 厘米 这 千克到克是多少 10的3次方 那你是 这么多千克了 再车一个10的3次方 是不是 是啊 就是10的6次方了 10的6次方了 是不是 一立方米 得多少立方厘米 呃 10的6次方 6次方 是不是 是啊 这10的6次方 10的6次方呢 约掉了 升级 0.8 0.8 好 这能记住吧 能 能记住 好 水的密度是这个 是不是 嗯 但水的密度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单位 是什么呢 是1克 每立方 厘米 还有一个计时啊 还有一个是 1000克 每立方 风明 风明 水的密度 有三种表达形式 这三个都对 哦 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 这样啊 哎 比如这个 我问你一个这个 说小明的速度 是5米每秒 这什么意思 这个 它每秒走5米 就一秒钟走的路程 是5米 是不是 是啊 一秒走的路程 是5米 那你说这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是 1立方米的水 重10的三次方千块 哎 就这个意思 就现在 水的 如果水的体积是1立方米 1立方米是多大呀 嗯 1米长 1米宽 1米高 是不是啊 是啊 1米这么点 是不是啊 那什么又这么大一个水箱子啊 这么宽 这么长 这么高 是不是啊 嗯 就这么大一个水箱子 哦 这么大一块水 它质量是多少 10 一千千克 是不是啊 是啊 一千千克就是多少 一吨 一吨 哦 一吨 这个就是叫一方水 我们平常家长呢 是去去水店店买水的时候 说买了多少方多少方 一方水就是一立方米的意思 一方水就是一吨 好 有这么大一块 是不是 嗯 一吨 这个呢 那一克每立方厘米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立方厘米的水的质量 是一克 是不是啊 一立方厘米是多大一产吗 呃 长高宽是一厘米 长 宽高 就这么大点 是不是啊 是 那就现在大拇指 这有一个 大拇指头这么一滴水 是不是啊 嗯 就一大滴水 是不是啊 嗯 这一大滴水 是一克 好 这就是一毫升 是不是 嗯 所以记住了 一毫升水是一克 哦 一毫升水 是一克 这都比较的积极啊 这一立方 丰米 是不是啊 是啊 一立方丰米 一丰米是十厘米 是不是啊 那就十厘米宽 十厘米长 十厘米高 是不是啊 长宽高 都是十厘米 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在教室里面 看了老师拿那个缝笔盒 就这么大一块水 这么大块水多少 一千克 一千克 那就是一升水 多少 一千克 一千克 一升水一千克 我们的矿军水平上面写着500毫升是 500毫升是一斤 0.5千克 500毫升500克 因为一毫升一克 500毫升就500克 是不是啊 是 500毫升 500克是一斤 一斤矿军水一斤 好 这要继续记号的这个 它的物理含义就是 一立方米水的质量是 一千千克 对了 来那这个会会画了吧 嗯 这个到这个就把谁去掉就行了 10的三次方去掉 这剩1是不是啊 嗯 这个到这个呢 呃 乘一个10的三次方 2.7乘10的三次方 对吧 嗯 肯定这个比较大 因为立方米比较立方厘米大多了 是不是啊 这个到这个呢 呃 0.8乘以10的三次方 0.8乘以10的三次方 对吧 嗯 这是铝的 就是煤油和酒精的啊 呃 水的密度是 水的密度是语制的 将来做题的时候从来不告诉你 你必须知道的 像是铝和煤油的 呃 有的告诉你 有的不告诉你 啊 这个是不足要求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有的是就默认你知道了 啊 好了 关于公式的理解应用啊 我们通过一个例题来 密度是物质的一种什么 特性 特性是不是啊 嗯 它的大小有这个物体的材料决定 啊 你比如说 铝的密度那是有铝这种物质决定 是不是啊 哎 那铝的密度说 铝这种物质决定 啊 水的密度有水这种物质密度决定啊 哎 它的形状跟质量和体积是没有关系的啊 哎 你说一杯水跟一桶水水的密度大 一样一样的 这一样大的是不是 嗯 它是这种特性啊 它的定义的就是 一粒方米的水 它的质量是多少 单位体积具有的质量 就叫做这种密度的 这种物质的特性 那边人家整个大海的海水 你体积很大是不是啊 嗯 我要知道你的密度的话 就按照规矩半 就按照定义来 你一个大海的海水 我只能取一粒方米过来 称称你的质量是多少 啊 因为你看 密度等于一个质量出于体积吗 是不是 是啊 所以有一杯水 啊 我喝一半了 体积变不变 体积变了 质量变不变 变了 密度变不变 密度不变 哎 你看 你要喝一半的话 你质量变成原来的一半是不是 嗯 体积是不是也变成原来的一半呢 是 密度变不变 不变 不变 是不是 所以跟你的形状质量和体积都是没有关系的 啊 但是 哎 怎么着呢 别但是了 说完再但是啊 根据密度公式可知 密度与质量成正比 与体积成反比 这句话对不对 不对 不对 从 从语言上面说 如果你要认为 密度跟质量成正比 那意思就是质量变大 密度得变大是不是 是 质量变小 密度得变小是不是 是 和实际情况吗 是吗 不是 不是 啊 你说你看那水喝多了喝少了 它密度不变 所以它跟质量和体积是没有关系的 啊 不能是没有关系 我不是由你决定的 我跟你的关系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由你的质量和体积的比较算出来我 但是我并不是由你们俩决定的 啊 此话是不对的 啊 因为密度优 材料决定 啊 跟质量和体积怎么样 无关 无关 啊 好了 一些故事的密度咱们看一下啊 啊 最厉害的是 一种金属 还不是金 这叫鹅 啊 它一列方米是 二萨顿 就这么大一块的话 就是二萨顿 这很厉害是不是 金也挺厉害啊 这么大一块的话 就 讲台那么大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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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话 十九吨 啊 铅 铅也挺厉害的啊 所以这个铅可不是 你学校推那个铅球啊 那家伙 那那是 我跟这学校那个上体育科那么大 是铅球的话 你拿不动你知道吗 那可中了 可老中了啊 那个它名字叫铅球 实际上它是铁做的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不叫铅球 我也没搞懂啊 铅实际上生活中 你有的人会见过 什么地方见过呢 喜欢钓鱼的 钓鱼呢 前面钓鱼端前面有一个 小金属块 特别特别重的那个东西 嗯 这鱼漂下面的东西 那是铅做的啊 那铅比银还重啊 比银米多还大啊 钢就是铁 钢是七点九啊 铝十二点七 这是花钢岩是不是 砖就砖不一样 砖看这什么砖的 黄金做的 金砖呢 还更不好不靠谱了 冰 辣 木头 你看木头有个人比较小 是吧 是 从这表里面看啊 不同物质密度相同吗 不相同 从这表里面看的不同 是不是 是 固体的密度一定大于其密度吗 应该不一定吧 你举个例子 木头是不是固体 是 辣是不是固体 嗯 冰也是吧 是 它们都比水怎么样 嗯 水的密度不是一吗 是 都比水小 都比水小是不是 是 所以固体的密度一定大于其密度 这句话怎么样 是错的 是错的 水的密度多少 呃 1.0乘以10的三四方千克每立方米 对 这必须记住 冰的密度多少 呃 0.9乘以10的三四方千克每立方米 对 冰的密度 你看记忆力正好 呃 0.9 哎 那就是水变成冰以后密度怎么样 变了 变大变小了 变小了 变小了是不是 是 哦 那变小的话 你看到 密度的一个质量出一个体积 是不是 是 密度质量 水积成冰以后质量变不变 不变 那密度变小说明体积变什么 变大了 变大了 所以水积冰以后膨胀开来 嗯 嗯 铜贴铝哪个密度最大 嗯 铜最大 铝最小 这是为什么跟李举传的 这咱们将来会经常做这种题嘛 啊 铜铁铝铜铁铜最大 七 这能看出来是不是 嗯 铜最大铁地啊 怎么样 铝最小 铝最小是不是 嗯 铜铁铝 啊 有的是还注意签 这个中国文学太不大精神 这个签跟铝你看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 就上面开口 就上面 这个望里缩 这个望外来是不是 我跟他知道 一个小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不行 日本人中国人后代 他懂是吧 你要让西方国家 靠字母那些 拼字母那些国家 美国英国那些 让他学中国 这家伙 他肯定能把这个字 念成铝 你信不信 能把这个念成铅 是不是 然后你再告诉他 这个念铝 这个念铅 他眼睛会灯这么大 你知道吧 这两个不一样吗 是不是 哪一样呀 差多了 我跟你说吧 西方人念错了 我可以原谅他 你要念错了 不能原谅 因为有的时候 秘主经常有一种题 叫铜铁旅 你看清楚 到底给铜铁旅 还铜铁签 你知道吧 如果铜铁旅 那是另一个结果 铜铁签是另一个结果 在咱们将来秋季班 出稍微哪一点 期末的时候 就成这种情况 好 密度是物质的特性 密度还与物质的 一个什么有关系呢 从这个里面看 跟谁有关系 状态 对 如果同一种物质密度 一直不变 这句话不一定对 水经常变不变不变 变了 变跟状态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具体题目 具体分析 下面是缓活的 平均密度 杜老师也通过一个例题 跟你讲了 这样一个例题 讲的时间需要长一点 所以杜老师决定休息一下 后来再讲这个